Google查 我消費完以後 沒有 完全沒有講到這件事情 雕修姐坐在新買的床墊上 越講越生氣 因為花一萬六買的新床墊 回家躺完一查 才發現買貴了 而且還貴了三千多塊 網路上的價格 居然是一萬兩千多 跟我現場 在百貨公司結帳是一萬六千多 結帳完消費完以後 我才打電話去問 他們才告訴我 居然有第五代 我們消費者根本不可能會知道 只有他們自己會知道 業者事後說的五代六代 是床墊部套的差別 屍體店面只賣六代 而網購平台只賣五代 廖小姐不滿 兩邊都沒告知消費者 差別在哪 直到買貴了打電話問 才知道有這件事情 很牽強要貴你三千三 你覺得合理嗎 我就希望他就是用這個價格 賣給我 商品的標牌 或者是在尤其像電商的部分 都會有一個型號 會有DS5跟DS6的這樣子的一個告知 我們大眾只要去看產品別的話 我們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問詞區分的 不只床墊實體店面和網路平台 有價格落差 走一趟家庭賣場 同樣的電視不同通路也有價差 這款65寸的電視實體店面 標出官方售價84,900 不過有機會遇到促銷折價 網購平台則是官方售價 但另一個網拍平台則是可以來到七萬五千多 而實體店面比起網路平台 會有電租人士成本水電管銷 也因此開價幾乎都是官方排價 消費者真的只能多比價 小寶官如果有沒有公司的這個情況 我們建立消費者 還是可以向市府修正部中心提出申訴 消保官也說不同平台 頂價不同並不違法 但廖小姐堅持向消保會投訴 後續就有待雙方之間的溝通協商 東四經文國珍林順俊在高雄報導